那再來看到的就是這個新國會 即將在20號就要開議了 那昨天其實出了一個小插曲 就是國民黨團說 叫本來昨天就說要這個朝野協商 然後今天要叫陳建仁到立法院 去做這個食安那個瘦肉精的報告 那當然後來是在早上10點半的時候 上午10點半的時候 立法院長這個韓國瑜 他就自己寫了一個就是確認了一個公文 說沒有沒有這回事 不會在昨天協商 那也不會今天叫陳建仁來 他們確定是要在這個19號的時候 才會來開這樣的一個朝野協商 然後20號的時候國會開議 那上午呢可能會就先做食安報告 那下午再做市政報告 通常是這個20號開議的時候 要先做市政報告 但會不會這樣排呢 就要看看19號的朝野協商 有沒有什麼樣的共識 那事實上昨天這件事情一開始 這個民進黨還拿了一個 沒有署名也沒有蓋章的一個文件說 其實你們意識處有說 根本沒有這個要開這個所謂朝野協商的這件事情 那後來呢 最後到我做完節目之後就確定有看到一個公文了 是韓國瑜正式發佈從意識處發的 說沒有我們確定還是19號朝野協商 20號國會開議 因為這個20號開議這件事情是我們在2月5號的時候協商達成的啊 我們怎麼可以說話不算話呢 我們必須 這個是必須不能這個時間不能改改變的 顯然韓國瑜他的這一次的出手又再次幫自己立下了這個立法院長的這個 他的這個基礎 這樣立馬上就立威望了 我就是大家就沒皮條了 以後真的是院長說的算了 是不是就是你不要亂搞啊 該聽院長要做決定的 朝野協商這種事情 這是院長要做決定的 不是誰說的誰說什麼就可以的 包括了 這個其實常會期間臨時會是與法無拒的 你要嘛就是說什麼提前開會也好 或者是一個這個特別的專案報告也好 所以呢其實韓國瑜認為20號開議是沒有可能再回頭 說好的共識就是共識 不要變來變去不可以的 這個是不能言而無信 所以才會給傅昆琦一個軟釘子 其實也算是 昨天陳鳳欣是認為說 這也算是給國民黨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心前教育 就是接下來的國民黨 你真的必須要很團結 你包括在立法院的黨團也好 還有這個跟黨中央之間要做什麼事情 大家要先互相溝通過 全部都OK之後才可以對外來講 不要就是你自己先講了 最後結果被民進黨 結果就見縫插針說是打臉 這樣那何必呢 所以這也是給國民黨上了一課 請問我剛剛國民黨跟民進黨有沒有講錯 有沒有是因為太口快又講錯了 那你可以看到的是 這個審父熊審大佬就說這是一個非常明智的決定 應該是韓國瑜有問周萬來 因為周萬來是最有經驗的嘛對不對 他說周萬來一定會說這個不要開 所以韓國瑜就聽進去了 韓國瑜是這個學習能力非常快的一個人 所以他很快就說不要了 所以等於意思就是說 這個傅寬審你不能把立法院當成你一個人 自己一個人的江湖 還是有的時候你必須要跟韓國瑜保持密切的聯繫 因為很多事情其實還是要韓國瑜來做最後決定的 那這個洪孟凱同事也是黨團三長啦 他就說綠營你不要再去糾結那個所謂的臨時會了 現在我們要求行政部門就是專案報告 說明民進黨過去八年執政 沒講錯民進黨過去八年執政底下 食品安全的漏洞 如何加強防堵未來因應措施 那這個如果是食安的話 那就不是只有瘦肉精囉 那就包括那個什麼 那個那個那個打開是黑色的 是綠色的各式各樣奇怪的 雞蛋也好啦 還有這個所謂萊豬的問題也好啦等等 那是不是就通通 萊豬不就是瘦肉精嗎 哎呀我ㄎㄧㄤ了喔 那個啦服食服食的問題等等 是不是都要一併的來報告 這個在朝野協商的時候可能要說好 你要準備哪些哪些的報告 那接下來呢這件事情之後立法院的藍白合作就有譜了嗎 一個問號 因為呢民眾黨團的晨會當中 有討論 他們要去拜訪國民黨團 會請雙方的黨團主任協商 下個星期方便的時間 大家互相拜訪 時間跟地點 這個是柯文哲講的 其實話說民眾黨的黨編 應該是立月馬錦濤 但是呢 現在感覺好像是柯文哲 因為他既然每個星期二 星期五說要親自去參加 立法院他們的黨團會議 八個人 所以就是八加一就變八加九 對就是以後黨團會議 至少柯文哲主席就要御驾清真 而且是每個星期二跟星期五 哇真的很有空 如果你去問朱利 我大概沒有這個時間做這件事情 然後呢 所以這個是柯文哲 已經要求他們要去拜訪國民黨團 所以接下來就是民進黨 想要跟白就是民眾黨合作 內部可能會出現分歧的狀況 因為部分這個民進黨的立委認為 不應該要隨著民眾黨起舞啦 畢竟因為雖然他們只有八個人 但他們呢 這八個人是一人一把號 各吹各的吊 會吹出什麼東西來不知道 所以呢就是認為說 這個不應該隨著民眾黨起舞 維持他們民進黨自己的主體性 但是也有的民進黨委員認為綠白 合作的議題應該要與時俱進 不應該要鐵板一塊 因為假設人家民眾黨提出了一個是 這個我們的人民非常非常重重視的一個法案 你民進黨難道不跟嗎 不跟都被罵死了對不對 所以這也有人說這個可能不能要鐵板一塊 但是呢只能現在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 接下來包括NCC的人事問題 考試委員的問題 還有這個大法官的人事同意權 藍跟綠都是沒有辦法獨自來決定這件事情 來操作這件事情的 因為有那關鍵的 這個關鍵的這個八票大黨 民眾黨 民眾黨必須要跟其中也綠 要嘛綠 要嘛藍合作 不然NCC 或者是NCC的人事案 考試委員的人事案 大法官的人事案的同意權 其實藍跟綠都是沒有辦法 各自就是 比如說我今天民進黨就 人多就可以決定 或是國民黨人多就可以決定 沒有 因為其實還 你就差這個民眾黨的這個八票 這民眾黨的八票 過來幾票 就也許才有機會 能夠就是讓這個人事案 統一權能夠過 所以難怪你看 柯P現在ChillBB 覺得他自己很重要 非常非常的重要 一個概念 那今天 這個在新會期開始之前呢 新政院長陳建仁上午也率隊 包括他的副院長 秘書長 什麼立法院的這些 各長 不是新政院 新政院 新政院的這些各長 到立法院去拜會 新任的立法院長韓國瑜 另外還有朝野各黨團 那在合照的時候 韓國瑜就自我揶揄 又開玩笑了 他說 我們是不是不要擁抱呢 握個手就好了啦 頓時氣氛就輕鬆起來了 你可以看到陳建仁 笑得很開心 不要擁抱 我想問 兩院院長 湘建歡 韓國瑜再度妙語入住 讓氣氛輕鬆許多 行任院長陳建仁 率內閣團隊 在開議前 拜回立法院長韓國瑜 立門會談近三十分鐘 立法院一定配合行政院 只要對台灣人民 福國立民的事情 我們全力支持 謝謝 有講到食安報告嗎 立法院將在二十號開議 針對台唐瘦肉精食安風波 國民黨立院黨團 要求陳建仁專案報告 但總召復婚期之前 主張開臨時會 被綠營痛批違憲 連韓國瑜都發出協商通知 心通否定了臨時會的主張 難道是給好兄弟碰軟釘子嗎 程序的狀況如何 這個篇章 我就已經翻過去了 重點還是要回到食安的問題上 今年國民黨團員已經提出了 八年食安總檢討的部分 相信在二十號開議的當天 陳建仁陳院長做好專案報告的準備 這是立法院的慣例 福昆期沒有正面回應 反倒韓國瑜被認為 以院長的高度做出漂亮的決斷 先喊卡 再刹車 見守總理 韓院長截至目前為止 都扮演了相當稱職的角色 各式各樣的考量 當然都是都是必要的 所以我們對韓院長的期待很高 我們相信他也可以扮演得很好 同黨立委大戰 韓國瑜稱職當斷責斷 似乎也順勢樹立了國會議長的威望 以聰明騎手勢 引接新國會 極竟然氣氛綠圈 深入處台北報導 好 這個選舉已經選完了 但是他還是每天都擁有新聞版面 這是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今天到花蓮 替自家的不分區立委林毅君 成立了一個花蓮服務處 那就再次被問到 他們黨內有一些所謂派系鬥爭的這些事情 柯文哲就表示 有人的地方就有人事的問題 自然看待就好 那對於這個曾經 跟他一起打拼30年的蔡壁如 現在已經到台中市政府去上班 他不願意多做回應 至於有沒有可能跟綠營合作 跟民進黨合作呢 柯文哲就說 他們黨啊 民眾黨現任的秘書長周餘修 其實就是民進黨出身的 所以合作沒有問題 但是還是會走自己的路 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但是他每次講完這種話之後 大家還是不知道他會怎麼做啊 平面媒體說啊 蔡壁如到台中市政府上班 是因為你沒有答應他 這個副主席跟秘書長 然後認為他不夠人和 那主席怎麼看 這種喔 這種挑剖離間的新聞 就不要再次回應了 有人的地方他一定會 不要受派系 就是誰跟誰比較 這一定會有的嘛 我想不管是國民黨民進黨都一樣 所以這種事情 有時候就是把視為比較 視為比較自然的去看待就好了嘛 所以很多事情不用刻意去 誇大它 其實我們現在的秘書長本身就有民進黨出來了嘛 所以跟綠營合作也沒有什麼問題 我倒覺得是這樣 從過去四年台灣民眾黨在立法院的作法就可以很清楚 我們是不同的議題可以跟不同的政黨合作啊 只是他講的是有道理 所以將來我們還是以台灣人民的最大利益來思考 我們不會限於黨派的政策 一定要 要藍或綠的 所以是這樣嘛 你自己 就跟國民黨合作變成小藍 跟民進黨合作變成小綠 那我們乾脆就走自己的路吧 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所以我們的邏輯思考是以台灣人民的最大利益來思考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汁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各場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因為第二次發布在下半月的